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你过得还好吗 欢迎回到我们这边 我们今天要持续跟大家聊聊 就是宝可梦的生日庆 有邀请大家一起来做 读书心得比赛 那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八个影片 也是要跟大家聊聊 就是小资族 怎么省钱 真的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吗 到底可以达到某一些 不一样的境界吗 或是如果我们要追寻人生的小资金 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其实我的书里面都有讲 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看的话 来看这支影片 你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好不好 我们现在赶快来看这个 第八位参赛者的心得 这个黄擦如小姐呢 她分享的心得 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省小钱省钱的这个概念的部分 就是跟大家聊聊 第一个段落 她说常常有人跟我说 你省这些小钱有什么用啊 想办法多赚一点比较实际吧 开源比结罗更重要啊 那我觉得 这是一般人的想法没有错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遇到的困境一样 就是说想要开源 谈何容易 但是在我们开源之前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先检视我们自己的消费 先想办法把这些 让你的钱财会跑出去的漏洞 先堵起来 那是不是将来才有可能 就是养成了一个好的节俭的习惯之后呢 存下更多的钱 当你并有钱呢 你可以存的钱 当然就更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你是小资主的时候 你的确是应该要先 这个节省开支 了解自己的钱是花在哪里 但是当你变得更有钱之后 或者是你要往上提升你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竞争力 或者是累积资产 那你的确是要开始做开源 这是无庸置疑的 好来第二个段落 黄小姐说 是啊 我也知道开源很重要 但在这个薪水不涨 物价涨的年代 开源哪有那么容易啊 再没有办法做到开源的当下 就先养成节流的习惯吧 以上是我的想法 就如同宝可梦在书中写到的 初中不变 省钱投资 赚退休金 其实宝可梦在 我们YouTube频道这两个月 就是飞快成长的这个同时呢 我也不断的在跟大家分享 我的投资理财概念 然后我到底是怎么做的 就是每一天都持续的 就是像跌跌不休你知道 就是一直在你的耳边 一直跟上 这个要注意 那个要注意 但事实上我觉得 万面不离其中 讲的都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我们不改初衷 一样持续省钱 然后一样想办法赚钱 一样的这边写到 就是去赚退休金持续的投资 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也请大家一定要去证实这个问题 好不是看我在这边 咦咦咦咦咧 你就觉得说 反正又不重要 这个退休金退休是我的事情 跟你无关 所以你就觉得说 别人也管不了我 但事实上 你现在所存下的没分钱 对于你的未来 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跟改变 千万不要小看 你现在存下的一块钱 真的是这个样子 好那这黄教育继续讲 他说利用记账找出自己 失足乱花钱的地方 利用信用卡回馈 一点一滴的把钱省下来 利用投资 一点一滴的把资产放大 逐步迈向财务自由之路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 讲的不错 而且他还有这个对账 就是都用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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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 我觉得这让人家读起来 就会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这句话的确是个重点 好那第三个段落说 身为小资族的我们 现阶段可能没有办法有令人撑现的收入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以下的这些事情 比如说收集全家人的账单 利用行动支付来拿6% 就是缴水电费嘛 真的很不错 那第二的话呢 用数位账户来存钱 存好存满 可以多拿1到2%的活除利率 现在最高是2.6% 就bank 然后呢 第三点 利用跨行提款转账免手续费5元 或者是5.5点累积来 这个换成刷卡金或是零用金 找出自己的回馈省卡 比如说永丰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 直接2% 国内2% 那或者是台北富邦J卡是国内3% 这都是很棒很棒的信用卡 你只要用这张卡拼用对了 其实你可以无形中省下很多的钱 好 那以上在宝道的书中都有step by step教学 所以我的书呢 它不会是一个有时效性的东西 因为书都是 一来它是整理过的资讯 然后二来的话呢 我讲的是观念 你只要通透这个道理的话呢 其实你来找寻书 你自己的省卡都没有非常的困难 然后这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书 它真的是有它就是特别整理过的部分 不然你要在我的部落格找到相关的东西 你可能要找半天还找不到 但是你在书里面你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翻 随时的去了解 我要跟你讲的意涵 这是很重要的 那最后的段落呢 黄小姐跟大家分享 她说 开源节流同样重要 期许自己在刚出社会这几年呢 能养成节流的习惯 所以黄小姐可能才刚出社会啦 未来真的有幸日进金斗 也还是像宝大一样 初中不变 省钱投资赚退休金 所以我觉得 大家都是我们这个频道的老朋友了嘛 所以看这些宝可梦讲的东西啊 听的啊都听很多了 我也希望你们真的有听进去 然后把这些东西实行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你才有可能真的更接近你的退休梦想 不管你有没有来听讲座 今天讲的这些资讯呢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希望你能够遵循 就是这个书里面的这个 指点的大方向 然后能够去真正的去做到这个快乐退休这件事情 真的非常的重要 好不好 那我是宝可梦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我也非常的开心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别忘了就是赶快来订阅一下 小铃铛开起来 最新的消息就会通知到你家 也别忘了公开的按赞 留言 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领略 这个小资组如何省钱的这个奥义 非常的重要 好不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